那么我们练习完ALLOKEY 2D的初阶范例3之后呢 我们这个解图先停下来 我们先介绍一下标注 OK 好 那这个图面上 你可以给它存档 那我就直接给它存档了 按这个储存 好 那接下来把档案关掉 如果你要存档 你可以按这个档案呢 选择这个另存档案 另存 那接下来就存在一个字押夹里面 我们尽量不要存在桌面 就是桌面不要存了 有时候会当掉 我们存在一个字押夹里面 那我是用一个 在洗草底下 同在洗草底下 那我建立一个字要夹 他们都存在里面 OK 那档名呢 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名字 像我 我现在目前是给它写那个初阶1 OK 那因为我们还没做设计图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基础命名就可以了 好 那你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比如说CAD2D的初阶1 练习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流水号呢 给它制一 来 我现在要储存 我就给它存档了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一个 标注的做法 好 那我们现在做标注呢 我们这个 同一个档名可以继续练习没关系 对 那我们画面上是不是 没有图层嘛 你自己看 我们当初的图层还没做 大家看一下图层 图层目前是不是有零图层 跟那个 default point 就是那个定义点 这个图层 同样 那这个图层是不够的 那我们之前 之前在基础班 有跟大家介绍 这个基础的阶段 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图层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复习一下 我们做两个图层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练习标注嘛 做两个图层 OK 你按图层性质管理员 按这里 好 你给它执行这个图层性质 接下来它会弹出对话方块 对不对 OK 我们做两个图层 零图层先让它保留 你就按这个新增图层知道吗 按这个按钮新增图层 然后接下来按左键 再按左键 就给它两个图层 好 我们点那个图层1 然后按右键呢 给它图层更名 OK 那我们第一个图层名字 给它取一个名称 我们就叫做这个 这个 这个几何 练习 OK 好 你可以这样命名 但我同学说 我不想用几何练习 如果你不想用几何练习的话 OK 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画机械图 也不是画建筑 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实现 这样练习就可以了 好 那我还是用几何练习 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设计图 那颜色的话 我们同意好了 我们给它给它一个颜色 按这里 我们现在同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后面再重新设定 我们现在随便一个颜色 那我们用哪一个颜色呢 我们给它取一个这个颜色好了 这个 好 我们用这个颜色按确定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在图层2 好 那这个按右键选择这个图层更名 OK 我们打标注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几何练习 跟标注两个图层来控制它 OK 那标注图层你用哪一个呢 我们就执行 好 我们选这一个绿色好了 像这样 可以按确定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两个颜色呢 你觉得这个你想要更明显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这个颜色 你可以把它改掉 我们改一个这个对比比较强烈颜色 比如说我给它使用这个 好 同样我使用青色好了 OK 这样比较强烈比较颜色 OK 那说我们用刚刚这样的一个范例呢 来练习这个几何练习跟标注 它们两个的关系 好 那我们这个几何练习的部分呢 给它加出好了 同样我们线形给它加出 OK 那这个solidline没错 同样这是那个线的形式 那我们这里旁边有个线形 看到吗 按预设嘛 你把它加出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0.4好了 练习先用它 那要确定了 好 那你的标注不要加出呢 OK 所以我们这里看一下 标注的名称 这个图层名称就是几何练习跟标注 然后呢 打开冻结跟锁户呢 先不要执行 那颜色的话 我们几何练习 应该取一个颜色 我用青色 那标注呢 我给它用绿色 OK 那线形的话 现在都是连续线哦 全部都连续线 看到吧 这两个 然后线出的部分就是 我们在那个 节练习这里的 同学给它加一个0.4 那标注不要夾除 就这么简单 那给它打叉 好 它会同步上去 同学 因为我们有做图层嘛 所以你这个全部移图层 这三个都给它移图层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点 它选bylayer 选第一个 移图层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by的意思是什么 就移照的意思 OK 然后lyer layer layer 就依照图层的设定的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有做图层嘛 所以就依图层来当做它的那个设定值 我们就依图层来规划 好 OK 全部的bylayer 颜色控制bylayer 那你的线途bylayer 你的线形也是bylayer 那这样它会依照图层的设定为设定了 这样OK吗 很简单 大家试试看 好 你做完之后 你把目前图层把它改成什么 你把目前图层把它设为这个几何练习图层 OK就像这样 然后全部都移图层 bylayer它青色嘛 然后这地方bylayer它就加出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线形就是实现 OK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画一条线啊 我们就举例 图层就按这个线的命令 空间上指定一点了 然后网友几座标追踪 我们给它画一条多少呢 给它画这个 127好了 125好了 125 OK 好 按确定 好 页息件 好 对 那你应该知道 如果要标注要怎么做 是不是必须按这个 把目前图层设为谁 设为标注图层吗 那我们就简单的给它标一下 按这个线性 然后选择线性标注 OK 好 对 指定指定中 按空白键执行括号的选取物件 这之前讲过 按空白键 对 就把这个线标起来 这应该蛮简单的 OK 好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要讨论标注的详细做法 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标出来之后 突然你要认定几个东西 第一个 这是一个线性标注 OK 然后线性标注的情况之下 这个125是什么 是标注的文字 所以我们待会在标注管理员里面呢 可以控制这个标注的文字的特别设定 OK 然后这个呢 是标注的这个箭头 这标注的这个箭头 所以你可以对标注的箭头 做西部设定 OK 好 在125下面这一条水平线呢 这是什么 这是叫标注的标注线 称为标注的这个标注线 OK 这水平线段 那旁边这 这一个呢 是标注的延伸线 这边 这叫延伸线 所以延伸线有左右两侧嘛 对不对 延伸线 包括哪里 对包括这里也是延伸线 这一段也算是延伸线的一种 对 我就写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呢 整个标注呢 可以控制四个主要的区域 第一个标注的文字 然后标注的标注线 以及两侧的标注延伸线 以及这一个标注的箭头 还有侧面 这个左边的标注箭头 来控制整个线性标注 我们先把线性标注把它练熟 然后待会 待会再详细的 再一个变化 OK 好 大家先把这个图呢 练一次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详细设定 大家试试看 来试一下 你先做图层 先做这两个图层 几个练习跟标注图层 然后你就给它设定你要的颜色 然后我们的这个 几个练习都给它加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大家试一下